人口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,究竟有多重要,是决定一个王朝兴衰的关键因素,还是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?然而,唐朝皇帝李世民更是以其睿智与胆识,成就了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。 当时,国家人口问题一直困扰着李世民,而他为了解决这一难题,想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妙计,这个妙计不仅让全国的光棍们欣喜若狂,更是为国家的人口问题开辟了一条奇妙的解决之道,那这个妙计究竟是什么呢? 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事说,公元618年,刚刚建立的唐朝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,全国人口只剩下区区两百多万,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无数青壮年被卷入战争的漩涡,有的阵亡沙场,有的流离失所,而那些留在家园的,也难逃战乱的蹂躏,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这对于刚刚建立的唐朝来说,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,作为开国皇帝的李渊,虽然有着重振华夏的决心,却也显得无计可施,毕竟人口是一个国家的根本,没有人口的支撑,任何发展计划都只能是空中楼阁,眼看着国力日渐衰微,李渊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了年轻一代的身上,他知道,只有找到一个真正能解决人口问题的人,唐朝才有希望走出困境,重新崛起,就在李渊将要放弃, 起的时候,他的儿子李世民挺身而出,以玄武门之变夺取了地位,作为新晋皇帝,李世民首先着手解决的,就是人口问题,他深知,要向国家富强,人口是根本,于是,李世民颁布了一项振奋人心的政策,解放宫中的宫女,第一次,他解放了三千多名年龄适中,身体健康的宫女, 对他们说,出去后一定要赶紧找个好人家嫁来,一定不要耽误了自己,这些宫女大多出身平民,颜值不错,又吃苦耐劳,自然深受民间单身男子的青睐,接下来,李世民又解放了李渊宫中的宫女,尽管这让李渊颇位不悦,但李世民毫不在意,他眼中只有百姓的幸福, 在李世民看来,宫中的宫女太多,完全是一种资源的浪费,不如让他们回到民间,重拾自己的幸福,为国家添丁,战乱年代,许多百姓为了避难而外逃他乡,甚至逃往一国他乡,然而,一旦国家稳定,这些流民就成了重要的人口资源,于是,李世民向外界发出号召,我们国家已经越来越富强了,现在华夏子民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发展了, 出于对祖国的眷恋,外逃的百姓纷纷返回故里,而李世民也通过外交手段,确保了他们的顺利回归,这不仅增加了国内人口,也为国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,为了进一步提高婚育率,李世民制定了严格的结婚年龄规定,女孩15岁可以嫁人,男子20岁就可以娶妻,这一政策无疑给那些单身男子带来了福音,毕竟在当时, 找到合适的妻子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,与此同时,他还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,对于那些因为贫困而无法结婚的光棍,亲朋好友和当地有钱人家都必须出资相助, 这不仅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,也让整个社会充满了温暖和关爱,在李世民看来,婚姻中的意外离世固然令人痛苦,但终身独身也不是一个好办法,因此,他大力提倡再婚,鼓励那些有不幸遭遇的人士重新开始新的生活, 为了推动这一政策,李世民还要求地方政府为这些人物精心挑选新的配偶,只要他们有再婚的意愿,就会得到大力支持, 在李世民的政策指引下,唐朝上下终于燃起了声誉的热情,为了进一步鼓舞民心,他颁布了一系列奖励措施,每生一个孩子,家中就可以少交一部分赋税, 如果生了男孩,更有可能获得粮食或金钱奖励,数量之多令人责舍,与此同时,李世民还推行了地区考核制度,根据婚姻率、出生率等指标进行排名, 名列前茅的地区将获得丰厚奖赏,这不仅让百姓们积极响应号召,也在各地掀起了一股声誉热潮,在李世民的英明领导下,唐朝的人口形势终于出现了可喜的转机, 短短二十年间,全国人口就从区区两百多万,猛增到了一千二百万,这个数字不仅让李世民和朝野上下松了一口气, 也为日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口基础,毕竟人口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, 只有人口充沛,才能为经济、文化等各个领域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, 而且这些新增的人口大多都是青壮年,正是国家建设的主力军, 他们不仅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,还能生育下一代,形成良性循环, 这为唐朝的未来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, 然而,当靠人口政策是远远不够的, 李世民深知只有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保障, 他们才会安心生育,积极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, 因此,在制定人口政策的同时, 李世民也着力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, 大力提高粮食产量,为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, 只有让百姓们衣食无忧, 他们才能安心生儿育女,为国家添砖加瓦, 正是由于这一系列得力政策的全方位覆盖, 唐朝才最终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, 人口的迅速增长, 为国家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坚实的基础, 也为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, 人口问题是每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都必须正视的一个重大课题, 唐朝之所以能够在李世民统治时期迅速走出人口危机, 关键就在于他采取了一系列睿智, 人性化的政策措施, 这些措施不仅解决了燃眉之急, 更为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, 他们的成功也必将启示后人在面对类似困境时的正确之道, 人口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, 只有人口充沛, 一个国家才能真正腾飞李世民的人口政策, 不仅让唐朝走出了危机, 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, 让我们一起学习他的智慧, 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, 唐朝建立初期, 刚经历过战争, 全国上下的人口数量也不过两百多万, 这对于国家的发展而言非常不利, 所以如何增加人口数量, 就成了令李世民的头疼的问题, 当初汉高祖刘邦执政出击, 也曾遇到人口难题, 为了快速实现人口增长, 鼓励百姓生育, 刘邦甚至想出了单身税, 这种让人无语的政策, 所谓的单身税, 就是男女如果到了规定年龄还没有成亲, 那么就需要向国家缴纳税款, 到了李世民这里, 他就想出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政策, 也为当时社会里, 男女比例的悬殊太大, 许多家中贫困的男子都没有结婚, 本来国家女性人口就不多, 大部分还被充盈到了后宫之中, 李世民看到皇宫中来来往往的宫女, 便突发奇想, 把后宫中的宫女都送回去, 让他们嫁作人妇, 这个政策一经问世, 就得到了举国上下的支持, 宫女们都很开心, 终于重获自由, 不用再战战兢兢的过日子, 而那些多年单身的老光棍们, 更是喜出望外, 李世民大幅度裁减宫女数量之后, 整个国家的结婚率开始上升, 同时增加的还有出生率, 这就代表着李世民人口增长计划成功了, 李世民不但提倡婚嫁, 还废除了科捐杂税, 推行无为而至的国策, 使饱受战争摧残的民众得以安居乐业, 通过清摇役, 促婚配等多种手段, 唐朝的人口在二十年内迅速增长, 社会生产很快就恢复完毕,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, 与此同时, 唐朝的经济, 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, 据史书记载, 贞官是三年时, 唐朝的人口就已经增加到了上千万, 家庭总数也超过了三百万, 而到了贞官二十二年, 家庭总数又增长了将近六十万, 由此可以想象, 唐朝的人口该是何等庞大, 而这一切都与李世民的一系列政策息息相关, 除了这些政策外, 李世民还把那些曾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大唐宰民, 重新召集起来, 政权更迭, 改朝换代之际, 战事总是不可避免, 因此许多百姓为了生存下去, 纷纷选择背井离乡, 到了一国他乡生活, 还有的百姓, 是中原和游牧民族发生战争时, 被俘虏过去的, 等等这些因素都让中原人口大量流失, 后来战争刚刚平定的时候, 游牧民族为了表示, 自己绝对不会在开战的中心, 向中原进贡了很多牛羊和珠宝, 但李世民却都没有要, 只提出了一个条件, 就是要求将中原人送回来, 最终, 这些百姓回到了自己的故乡, 据记载, 这一次回来的人口, 李世民的种种政策,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, 都是一种很好的做法, 既可以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, 又可以节约宫廷的开销, 那些被选入宫中服侍的女子, 哪怕只是小小的宫女, 也绝对算得上是有姿色的, 这对于那些单身汉来说, 简直就是天赐良机, 在李世民的领导下, 大唐的人口大幅度增长, 国力更是蒸蒸日上,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, 唐朝堪称辉煌灿烂的盛事, 而唐太宗李世民, 则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卓越帝王之一, 然而, 鲜为人知的是, 为了推动国家的发展, 特别是增加人口数量, 李世民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择舌的政策,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, 他关于宫女和光棍的独特妙招, 这个政策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狂欢, 让宫女和光棍都高兴坏了, 在唐朝建立初期, 国家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战争, 人口数量急剧下降, 这对国家的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, 李世民明白, 人口众多意味着更充足的社会生产力, 而这对国家的繁荣至关重要, 因此, 他毫不犹豫地着手解决这一难题, 在历史上, 汉高祖刘邦也曾因人口问题而头疼, 他实行了单身税政策, 要求未婚男女缴纳税款, 李世民虽然面临相似的问题, 但他的解决方式却独具奖金, 当时, 社会中男女比例失衡, 许多男子因贫困未婚, 而宫中却住满了年轻的宫女, 成为了国家宝贵的资源, 于是, 李世民想出了一个妙招, 裁减了宫女的数量, 将他们送出宫廷, 让他们嫁作人妇, 这一政策一经出台, 引起了全国的轰动, 尤其是那些多年单身的光棍们, 更是欢欣鼓舞, 市民的妙计在国家治理中产生了显著效果, 让整个国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, 他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积极响应, 成为国家兴盛的推动力, 首先, 他鼓励婚嫁, 将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容易和鼓励, 这种政策创造了一种温馨的氛围, 激发了年轻夫妇追求幸福家庭的愿望, 婚姻的鼓励不仅让人们更有信心步入婚礼殿堂, 也为国家培育了更多的新生力量, 其次, 李世民废除了科捐杂税, 减轻了人民的负担, 这一举措令人民感到轻松, 不再为繁琐的税务程序而烦恼, 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可以用于家庭建设和子女抚养, 这一变革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, 还为生育提供了更好的环境, 最重要的是, 李世民推行了无为而至的国策, 鼓励国家管理部门更加智慧的运作, 这种政策鼓励了社会生活的宽松和平稳, 人们不再过于担忧政府的干预, 国家治理变得更加高效, 有序也更加尊重人民的选择, 这一改革让人们更愿意扩大家庭规模, 为国家的人口增长做出贡献, 李世民不仅关注人口问题, 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, 如青瑶伯父, 使琉璃失所的百姓回归故土, 他还与游牧民族协商, 将战争时期琉璃失所的百姓返还给中原, 这一系列政策使得唐朝的人口大幅度增长, 国家逐渐复苏, 经济和文化也有了长足发展, 李世民的政策不仅成功增加了人口, 还改善了人民的生活, 推动了唐朝在各个领域的发展, 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的推动了国家的繁荣和强大, 正是李世民的睿智领导, 让唐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代, 李世民的政策妙招, 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 也展示了他出色的统治智慧和人民至上的治国理念, 通过一系列措施, 他成功应对了人口稀缺的问题, 使唐朝蓬勃发展, 走向了国家的鼎盛时期, 然而, 这一段历史也提醒我们, 在治国理政中, 要顺应时局, 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, 关注人民的需求和福祉, 李世民的政策不仅解决了人口问题, 也改善了社会生活, 带来了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, 他的成功经验在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, 对于解决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和挑战, 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, 在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中, 唐朝是一颗璀璨的明珠, 而李世民则是这颗明珠中最夺目的一颗, 他的政策妙招, 虽然看似平凡, 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, 宫女、光棍和全体国民都因这个妙计心心向荣, 留下了李世民治国的传世佳话, 如今, 我们可以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智慧, 继续前行, 建设更美好的未来。